张新宇结婚了 因为年纪到了 更不是因为彼此条件适合 只有一个原因 嫁给他 嫁给爱情 第一张照片估计是男房相 张新宇求婚的画面 因为对方正在给张新宇戴戒指 房间里点满了蜡烛 这也太浪漫了吧 小两口穿着打扮都好时尚 好年轻 好般配 戴完戒指 两人还拿下帽子亲密接吻 幸福感简直要一出屏幕 这么罗曼蒂克的事情 相信大家很难跟一个军人联系起来吧 其实关于男方 不少小伙伴可能还认识 就是去年张新宇录制神兵齐全 时候的何杰教官 两人正是因为这个节目而结缘 何杰目前是上位警衔 武警特战指挥员 武警特战队员 武警军官 海外警卫队员 他在节目里还安慰 再哭得将朝男儿有内部轻弹 忍进去就是金子 哭出来就是泪水 这方面简直不要太帅 何杰还亲手为张新宇演 去了长发 因为觉得会妨碍训练 演完以后 何杰还问大家 你们就说实话 漂不漂亮 节目里还真是没少夸张新宇 张新宇还晒出了两人的结婚钻戒 何杰教官的拍照技术真是不错 何杰和张新宇 应该是今天才刚明正 他们一起举着结婚证 何杰亲吻张新宇的额头 真是暖炸的 何杰看起来好有安全感 看来张新宇真的试驾给了幸福 不可否认张新宇的颜值也是真的很高 虽然之前他身上带有高黑体质 就连发这话都会被黑 不少网友甚至只是为了黑他而黑他 有时候真的挺心疼他的 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近段时间张新宇低调了很多 而且还热衷于做工艺 让人好感度直线上升 如今终于有个爱他的男人可以保护他 周周也就放心了 其实张新宇恋情早有关你 晒出过好几次男友视角的照片 不过他都没有公开过对方 没想到一公开就是领红粉粉了 网友大赞 这就是现实版的太阳的后裔 两人刚结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